大家好,欢迎来到解密工作室,我是探尤X 今集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人性解密 节目将会挑选一系列的人性和心理实验给大家 详细分析实验的过程 当中探讨的人性和行为和当中的结果 而第一集,人性解密将会深入探讨一下 非常著名的史丹福监睦实验 虽然实验只实行了6天,因为实验对象不受控制而被逼告终 但所观察到的人性就影响深远 接着我们就看看是否环境会迫使一个善良的人待落 权力是否会令人失去理智 以及人是否像动物一样被压迫之后会被顺服呢 这个实验是在1971年由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 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 在史丹福大学进行的心理研究 实验得到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资助 目的就是研究人类的行为 到底会如何受到权力 环境和身份的影响 而研究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无意的监狱的环境 治愈两批人分别就是 辱警和囚犯的身份 在实验时间里,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研究小组首先在当地的报纸 开始挣扎男性的志愿者 今次实验就是预计为期两星期的 每位志愿者每日可以获得15美元的报纸 即是相当于现在的108美元左右 即是接近现在港币800元 最后,因为丰厚的报纸 一共吸引了70名的应征者报名 在经过心理测试之后 研究小组挑选了其中24位 身心非常健康、没有犯罪背景、心理障碍 或者医疗问题的白人中产阶级志愿者 再将这24个人随机分成两组 每组有12个人,他们分别会扮演 辱警和囚犯 这两组人每组就有9个人去做实验 即加上18个人 而另外剩下6个人作为后保,随时后命 而扮演辱警的志愿者就会实行轮班制 每一间8个钟 而扮演囚犯的志愿者就会和真实监狱一样 不能够再自由行动,被剥夺公民的权利 俊巴多教授自己都会参与实验 就是扮演监狱的育长 而意想不到的就是 比起担任辱警的角色 志愿者会更想扮演囚犯 他们部分人表示 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将来会去做辱警 所以对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兴趣 反而通过扮演囚犯 想像自己坐牢 他们认为可能在这个经历里会学到一些东西 各位观众,如果你有机会参与这个实验 你会想扮演辱警还是囚犯呢? 留言说下你的题法 研究人员在士丹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 打造了一间模仪监狱 首先,这间模仪监狱 用了木板封住地下室的走廊两边 走廊就成为囚犯唯一可以放风 春色和行走的地方 而监狱的牢房就是透过拆除一些实验室的门 换成带有钢条和牢房偏好特製的门移建造 每间牢房长2.7米,闊1.8米 每间房就有三名囚犯住在里面 而每一个囚犯就只有一张床的位置 里面就没有窗或者钟,可以用来判断时间的流势 而另一方面,浴境就会有休息室和放松的区域 而扮演浴境的志愿者在这项实验开始之前 就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 津巴多教授只一向他们表示 可以用任何方法去维持这个监狱的秩序和法律 但就禁止伤害囚犯的身体,也不能扣留他们的食物 津巴多教授也跟这些浴境说 可以制造某种程度的恐惧 让囚犯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受到浴境的控制、产生无力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囚犯就会明白到 浴境是拥有所有权利的一方 而自己就是完全没有权利在手上的 浴境也会被派发类似浴境的服装、警棍 而且还会戴上黑超 目的就是会避免和囚犯有曝光接触,会导致心愿 而囚犯方面,为了令他们更能够逼真地感受到 被人拘捕之后囚禁的感觉 他们被提前通知会在未来的某一日 某个时间被警察逮捕 而罪名就是武装抢劫等等 当地的警方也都联同了 津巴多教授进行这次模拟的拘捕 出动警车到达囚犯志愿者的家 在他们邻居好奇和惊讶的目光照视之下 为他们带上手球、带上警车 再找送到警局 到达之后,也都为他们进行全面的登记程序 包括打指模、影相等等 然后再运到去模拟监狱 在底塔模拟监狱之后 扮演辱警的志愿者就会对囚犯进行手伸 并且脱下他们身上的衣物 为他们清洗、消毒 囚犯在这个时候 就会获派一件写有编号的囚犯服 在里面就不可以穿着内衣 而鞋方面就只可以穿被派发的胶凉鞋 同时,每个囚犯都需要用到尼龙场物 制成的帽子盖着头发 作用就是模拟在大多数监狱里面 会进行剃发的过程 也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每个人的个性 同时,每个囚犯右脚都会锁住一个沉重的锁链 无时无刻都提醒他们是囚犯的身份 进来的囚犯全部都是没名的 会以编号代称 这一切都是为了实实在在 模仿罪犯进入监狱的流程 让双方志愿者都可以尽快投入角色 第一天,也就是1971年8月15日 双方都相安无事 因为大家都不是很妄得清对方 也不知道对方用什么方式去进行这个实验 而实验规定,每一天 辱警都会为囚犯进行多次的点名 特别是在凌晨时分进行 目的就是为了辱警提供一个特定的控制囚犯机会 就好像第一次点名的时候 辱警命令囚犯保持严肃 但同时自己都在笑 在三名当正的辱警里面 其中一位就表现得很明显是很不投入 在其他辱警发出无聊的命令的时候 他都难得去帮手督促囚犯听话 而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真正投入角色 成为一个魔鬼 直到第一晚凌晨2点半 有辱警就吹起哨子 叫囚犯起身排队点名 他们还会用警棍敲打监狱的门 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树立权威 也有辱警命令囚犯做掌上压等等的体肤 甚至会在做紧的时候 要求另一个犯人坐在他们身上 或者踩过他们的后背 这些举动都引来囚犯的不满 于是,第二天 一早,囚犯就开始进行抗议 他们将囚服上的偏徒师下来 拒绝服服辱警的命令 还打通了牢房间间的间隔 用床塞住门口,不让陆警进入 这个时候,刚刚门间的陆警看到这一幕就很生气 觉得因为上一间的警察太仁慈 才会令囚犯得寸进尺 监狱长津巴多在这个时候就采取行动 陆警就要求增援 所以在家待命的陆警也来了 而夜间的陆警都自愿回来当席 并决定联手义母尸部 于是,陆警就用灭火器向囚犯噴射 除了他们的三群肉 还没收他们的食物、枕头、皮和床 甚至要求囚犯直接用双手去清洁马桶 同时,陆警也找出带头捣乱的囚犯独立监禁,移警效忧 不过陆警很快都发现 就算他们九个人可以镇压管理九个囚犯 但也没办法全部人长期当席 于是,他们想到办法就是找来反抗活动里 在囚犯中参与程度最少、最轻微的三名囚犯 带他们去到一个单独的监狱 为他们提供给其他囚犯更好的待遇 包括可以穿衣服、拆牙清洁、吃更好的饭送 过了半天,再将他们带回去和其他囚犯一起 然后再将带头捣乱的囚犯带到这个单独的牢房 于是,这些囚犯就开始相信 这三个人因为捕捉才得到好处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一股互相猜忌的气氛 离买在囚犯之间 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过了很久? 但其实,在这一刻,只过了仅仅35个小时 而同时,就开始一个本身是大学生 偏好8612的囚犯 开始做出疯狂的行为 他的表现非常不正常 在那尖叫、咒骂、憤怒 似乎已经失去控制 当然,监目掌俊巴多当然看到了 但他就暗暗地观察,观察了很久 才愿意相信8612真的很痛苦,才释放 那么扮演獄警的志愿者 看到这个囚犯这么失控 会不会停止他们作出疯狂的行为? 答案是没有的 獄警的行为就没有因为囚犯的退出而停止 反而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例如,命令囚犯重复地浪读自己的偏好 强化他们对自己囚犯的身份认知 除了心灵上折磨他们 狱犯还会对囚犯实行一些不适当的看法 例如激烈的持久运动 而且,狱犯开始禁止囚犯去其他地方去厕所 只可以在监狱里面一个桶大小异便 之后也不准他们倒掉这些大小异便 这些派泄物只可以一直堆积在这里 发出浓烈的异味 令监狱的卫生条件严重下降 到了夜晚,由于监狱里面的床和床墊都被人收了 囚犯只可以赤身露体地发在水泥地上 实验进行到这里,研究人员就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欲警 已经表现出药代狂的倾向 研究少了在这段时间,曾经邀来真正的牧师 和这些囚犯聊天,无疑真实监狱中当中牧师的工作 当时囚犯就很热烈地请求牧师帮他们找律师 而去到第五天,囚犯的父母真的帮他们找了律师 但当律师到达现场的时候都无能为力 因为这一切只是一场实验,而且对待囚犯的态度也很难搭 就好像面前的囚犯真的犯过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 后来,其中一个偏好819的囚犯开始患病,而拒绝进食 他见到津包多教授的时候就马上痛哭,说他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津包多教授见到就唯有放他走,就叫他站在一边休息 等待他拿回个人物品 而在这个时候,玉瑾竟然将其他囚犯带来走廊排队 叫他们叫口号,说819是个坏囚犯,都去搞乱我们的监房 当时津包多教授就回到819面前的时候 发现他居然在哭着拒绝离开,说要继续留在这里 证明他不是一个坏囚犯 由此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一刻已经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角色 而且在离开的时候都无法抽离 于是,津包多教授就跟他说,他不是819,而是他本身的名字 而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时候才仿然大悟,因然离开 后来,津包多教授就召集所有囚犯,召开听证会 说如果有个机会可以保释 不过条件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的实验 就不会支付任何报酬,问他们会不会选择保释 在这个时候,所有囚犯都选择了保释 津包多教授就说要考虑一会儿,要求囚犯回去他们的监仓 但其实,这群囚犯失去了报酬之后 他们就不是一群囚犯,已经无理由继续留在监房里听取命令 他们当时已经当这场实验是真真正正正的发生 不懂得反抗,耐化了囚犯的身份 最后,这场原本计划两个星期的实验到第六日 即1971年8月20日就被宣告终止 原因就是,研究人员透过CCTV发现有欲景而为深夜 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行为 于是更残暴地对待囚犯,用各种手段去折磨他们 当时,津巴多教授的同事 也对他后来的老婆,史丹福利一位教授 去到模仪监屋进行参观实验的情况 他发现这场实验有很多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地方 也提出了质疑和抗议 津巴多教授在这个时候才发现 自己和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一样 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监狱掌这个角色 而不是作为研究人员地看待一切 经过这个教授提醒之后,津巴多终于决定 终止这个不人道、不道德、甚至可能违法的实验 在实验结束之后,津巴多教授举行了一系列的见面会 首先是所有欲景之间,然后到所有囚犯之间 包括之前提早释放的囚犯在内 最后也有欲景、囚犯和研究人员之间的见面会 每个参与者都可以透过见面会公开表达个人感受 赶述彼此观察到的经历 而经过讨论当中的一些行为而造成的冲突 也令他们在面对日后现实生活遇到的道德选择时 更清楚自己应该如何避免由普通人转变成恨恶的人 而在这些会议中,所有囚犯都表示很高兴实验结束了 但大多数的欲景就反对提前终止这个实验觉得很不满 而津巴多教授也在今次实验中总结了一个现象 就是津西法效应 传说,津西法是一个由上帝创造,能力追强,也最受上帝喜爱的天使 但有一天,津西法突然在想 为什么上帝的地位会超过我? 于是他就率领天界上面三分一的天使叛变,尝试推翻上帝 最后当夜失败告终 更加被上帝罚他到地狱,成为了现在大家口中所说的撒旦 而津西法就成为了堕落天使的代名词 所谓津西法效应就是指着一些平凡人或社会中的团体 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格、思维和行为模式会突然堕落 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释放出来,集体做出有违道德的行为,甚至犯罪 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人因为环境的影响由好人变成魔鬼 史丹福监狱实验中,囚犯和欲景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而造出危险和伤害行为都越来越严重 三分一的欲景被认为有虐待狂的倾向 很多囚犯也都心理受到创伤,这组性格的变化就被称为津西法效应 史丹福监狱实验的欲景,漫无服从权威和纪律 令自己逐渐失去独立的意识和判断力 完全没有想过去批判来自权威的命令是不合理 而且,由于欲景是受到命令集体去作恶,令到个人的责任分散了 减轻了在心中的罪恶感之外,甚至透过辩庄和匿名 做到去识别化,都会令他们避免独自承担责任 而令这群人群体情绪化,加强作恶时彼此之间的认同感 便会令他们有意无意之间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线 而其实最重要的是,囚犯都是以一样的囚服和偏好 去做到个体去人性化,失去每个人之间的差异 便会令欲景更将他们一视和人视为坏人,做出更极端的行为 实验当中每个角色,包括囚犯,欲景,津巴多教授,研究人员 大家为了不同的目的,都不自觉地做了一些坏事 而且,大家都不认为自己的事情有什么问题 由士丹福监目实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潜藏着恨恶的可能 同样的平凡人将它放在不同的情景里面,便能够将他们的恶激活,然后堕落 其实这场实验一直有很多地方受到外界的质疑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源自2006年一宗银行蟹劫案 当时刚刚参加了陆军游骑兵训练课程的Alex 被拘捕之后,宣称当时以为自己在参加训练 一起参与打劫的长官所落的命令,他便没有作出质疑 Alex的辩护律师,甚至找来津巴多教授担任专家证人 引述士丹福监目实验,证明他参与行劫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不是出于自由的意志,最后Alex只是被刑判入狱16个月 而其他主谋的刑期就是24年,Alex和他的家人 当然最后很感谢津巴多教授 第一月干年之后,即2018年,身为Alex的堂歌记者 Ben,决定把Alex这件事写成书 但在过程中发现堂弟弟Alex没有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 甚至还承认选择参与银行打劫事件,自己有责任 而Ben也因为写书,访问了津巴多教授 开始认真调查史丹福监目实验 发现原来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其中最关乎的就是伦理问题 就是其实囚犯根本没办法离开,这场实验就变成非法禁锢 囚犯编号8612的志愿者和另一个囚犯志愿者 也都说,当初曾经有监目职员跟他们说,没办法离开 但军巴多教授就回应说,这些功词其实是说谎 但后来身为法国学者和导演的李迪斯 出版了一本叫做《一个谎言的历史》的一本书 分析了这场实验的一些相关档案 当中有一份军巴多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 在监目实验第三天的对话续字稿 这份文件就显示,当时军巴多教授 其实有说过是不批准他们退出的 除非是基于医疗或者精神健康理由 同时也认为两个囚犯真的相信自己没办法离开 在有力证据之下,军巴多教授就跟正自己的回应 说所有参加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上面 包括了一个明确的安全语 我要离开这个实验 只要准确说出这个话才可以获得释放 军巴多教授就为这两个囚犯当时没有说过这个话 但其实问题是,持单福监目实验的网站上面 都有上载这份同意书 但上面就没有提及过这句话 所以到底谁在说谎,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了 史丹福监目实验里面 另一个被质疑的就是 其实一切都是军巴多教授指引下面的演技 首先扮演编号8612的囚犯 当初就在实验进行不够36个小时 就因为情绪表现都很不稳定 令到军巴多教授终于释放了他 起初,军巴多教授都不相信他自愿走进来参与实验 会有那么痛苦和不安的情绪 但在之后几天也有不同囚犯出现不同的焦虑 他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 但事后8612就抑述这一切 他解释回他当时是在演戏的 因为实验之前 他以为自己可以在监狱里面坐在那里 准备实验完之后他自己的考试 但实验开始之后 他就要求拿书在那里温习 都被一些辱境拒绝了 所以他就认为留在那里没有意思 就想炸肚和走人 可惜这一招就不成功 而且权力的一方还跟他说是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他只可以扮崩溃和扮精神失常 但军巴多教授在日后回应这一段自白 反而说8612扮演的过程中 角色变得越来越真实 进入了一种没办法控制的愤怒 到底这个实验结果是军巴多教授说怎么就怎么 还是真实就是这样呢? 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军巴多教授一开始曾经与辱境说过 可以制造某种程度的恐惧 让囚犯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辱境的控制 产生无力感 但他自己本身又认为 士丹夫监狱实验的重点 就是获得支配囚犯权力的辱境 即使明知道只是实验 都会因为环境迅速变得残暴 但他没有提及过 这些辱境其实只是接受过自己的引导 而不是自行变得邪恶 亦有辱境在听完军巴多指示之后 才刻意变得残暴 那这一切行为 到底是人类得到权力 环境而影响 还是纯粹有其他因素? 时至今日 士丹夫监狱实验也是一个著名的实验 同时亦备受质疑 但这类人性的实验也非常有趣 TAMIUX 未来会和大家做更多人性解密的系列 大家有些什么心理实验 人性解密也有留言说下 未来 TAMIUX 将会做一个米尔格兰实验 都是关于服从权威 当中有趣的程度 可以和士丹夫监目实验一样 大家记住留言说下 如果你有机会参与这个实验 你会扮演囚犯还是辱境?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可以给个like我 或者有些什么案件想一起讨论 欢迎留言 之后我 TAMIUX 会和你调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和旁边的小铃 当有新案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